哈囉,大家好,我是英女Barbara 今天要和大家談談的是關於養生 養生的史料篇 新年剛過完,大家一定很好奇 要什麼方法才能讓自己的瘦身進度更快一點 過年的時候大吃大喝難免的 至於要怎麼樣正確的瘦身,怎麼樣正確的結實 選擇適合自己的方式才是最好的 今天英女要和大家來談談 怎麼樣選擇適合自己的飲食方式 達到精實增肌減脂的效果 和持續保持瘦身下來的結果 開始所有的食療之前 大家必須要先了解到自己想要選擇結食 或者是開始實行一種飲食療法之前的目標和結果是什麼 有些人是希望自己能夠看到體重機上的數字能夠下降 也有些人是選擇體重機的數字不重要 但是他要確保自己的肌肉量能夠增加 體脂率能夠下降 要在體重機上的數字能夠下降 這個就很簡單 單單的用熱量選擇減少熱量就可以達到這個效果 但是很多時候只選擇計算熱量 然後不考慮自己吃進的東西和健不健康 很多時候對身體是一種傷害 了解到自己想要達到的目標之後 我們要了解自己的體質 很多時候中醫師可以幫你分辨 八綱辯證會了解到你是寒還是熱 陰還是陽 虛還是食 還有標理 中醫師可以選擇用草藥和針灸來幫忙改善你的體質 如果是水腫體質而肥胖的人 使用針灸療法就可以達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喝水就會胖 不一定就是水腫體質 也有可能是你的基礎代謝率已經被破壞了 所以必須要調整你的體質 改善你的運動量才能夠提升你的基礎代謝率 增加你的肌肉 然後幫助你的脂肪代謝 但是如果是因為脂肪囤積 這時候就要用更多的輔助方式 例如運動跟睡眠改善 在塑生之前有幾個重點必須先了解 首先是你的天生基因和脂肪細胞 第二就是你選擇的食物療法 第三就是你的基礎代謝率和每天的代謝熱量 第四就是運動的活動量 根據你的體質決定你的有氧和重訓的分配比例 還有紓壓的方式 最後就是睡眠的狀態 睡眠也會影響到你的瘦身效果 關於脂肪細胞 大家天生的細胞數目都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如果你天生的基因是有1萬顆脂肪細胞 決定你胖瘦的程度是脂肪的大或小 也就是脂肪細胞儲存的多或少 還有如果你發現你的家族傾向於比較肥胖的話 那你的基因也傾向於儲存多一點脂肪 當然不是沒有可能瘦 只是說比起天生體質比較容易瘦的人 你的過程可能會比較漫長一點 脂肪細胞不完全是一個對身體不好的東西 其實脂肪細胞在身體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首先光我們的大腦50%到60%都是脂肪 還有脂肪也扮演著保護內臟的角色 所以呢如果不夠脂肪的話 你的內臟也會 你的內臟就沒有辦法 內臟沒有受到脂肪的保護 免疫系統也會比較容易受到傷害 脂肪細胞因為男生和女生的構造不太一樣 所以呢在女生身體的組成上 也比較容易在大腿跟臀部臀肌 不過呢脂肪對女生還是有很多好處的 當女性的體脂率如果低於18% 或甚至低於15%的時候 都很容易讓荷爾蒙失調 內分泌失調 造成月經的不規則 或者是有時候甚至會不來 因為女性對於脂肪的需求和男生的不同 所以很多時候在選擇斷食療法的時候 女生的效果可能就沒有男生的效果這麼明顯和快速 很多人剛開始選擇一種飲食療法之前 都會選擇先計算熱量 這個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首先你需要知道自己的基礎代謝率 也就是每天所需要的最基本的熱量 然後呢再加上你每天的活動量 來決定你每天需要的最基本的熱量攝取 普遍來說女性一天最低需要的熱量不能低於1200卡 男性不能低於1500卡 還有減重的速度也應該要注意 一個月不應該超過2公斤 最多3公斤的速度在減重 還有平均減少7700卡的時候可以下降1公斤 在選擇熱量節食之前也應該要注意自己的飲食 攝取有沒有均衡 包含顴骨類乳製品油脂 堅果類 蔬菜水果 還有蛋白質的豆類 肉類 魚類 和蛋 接下來要了解蛋白質對肌肉的重要性 1公斤的肌肉和1公斤的脂肪其實體重是差很多的 但是呢1公斤的肌肉卻可以增加更多的基礎代謝率 讓你吃更多然後還是不會胖 想要維持肌肉不流失之前必須先了解一天需要攝取的蛋白質量 大家可以使用自己的體重去乘以1.2到1.5左右 作為基本的蛋白質攝取克數 例如一顆水煮雞蛋包含蛋白蛋黃一起攝取的話 就含有8克的蛋白質 那一天一個成人如果體重大約70公斤的話 乘以1.2到1.5 大概可以吃到100克的蛋白質 蛋白質的含量大家可以上網去搜尋各種食物所含有的蛋白質克數 蛋白質量攝取足夠之後就可以考慮碳水化合物和油脂的攝取 碳水化合物和油脂的攝取可以根據你每天的活動量增或減 當每天的蛋白質定量之後 碳水化合物增或減就可以決定你每一天總攝取的熱量 大家要先了解自己身體代謝食物的機制 首先我們有碳水化合物也就是糖類攝取入身體之後 它就會轉換成身體所需要的能量 多餘的時候就會儲存為T脂肪 攝取的油脂有可能就直接儲存為脂肪 最後就是蛋白質它會先分解為需要的氨基酸去幫助修復或合成組織 或者生成肌肉 最後非常微小的量如果還是多餘才有可能轉換成體脂肪 油脂部的糖也就是碳水化物分解代謝後的產物 我們平常吃到的甜點感覺到的甜份那是米脂部的糖 碳水化合物在身體裡面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 因為如果沒有糖類的幫助代謝機制 其實身體是沒有辦法去正常運作的 缺少了碳水化合物就缺少了很多熱量 碳水化合物是熱量的基本來源 也可以幫助蛋白質的代謝 所以單單攝取蛋白質對身體不一定是健康的 因為也有可能造成腎臟的負擔 所以在選擇蛋白質為主的療法之前 吃足夠的蛋白質也應該要有足夠的碳水化合物 也就是蔬菜可以多吃水果也可以吃 但是要注意水果的攝取種類還有攝取的時間 高糖分的水果對於糖尿病的人或是腎臟功能比較不好的人 就會建議少吃甜份比較高的 還有身體比較虛寒的女性也應該要選擇水果在白天的時候吃 因為到了晚上才吃水果對身體的代謝負擔也會比較大 在所有的營養素正常攝取之外也要注意水分的攝取 一般人最基本的一天攝取量最少要2000到3000cc 包含你所攝取的湯類或者是飲料 當然如果你已經攝取一些比較容易利尿的咖啡因、咖啡、茶 都應該要注意加倍攝取你的水分 才能夠補足因為利尿而排出的水分 初期開始選擇瘦身的時候 可以選擇一些發汗的有氧的運動 因為這是最直接促進血液循環 增加淋巴代謝、增加新陳代謝的方式 從中醫的角度 很多的肥胖我們會辨認為食證的濕熱 如果是因為濕熱的話 有氧、發汗運動也會有助於你的減重 但如果是因為體虛、氣虛造成的水腫 就會不建議過多的有氧運動 適量的慢步、慢跑即可 在選擇任何飲食療法之前 必須要先了解自己的體質 如果不了解自己的體質 也應該少專業的醫師 幫你辨認你的體質 再決定你適不適合 進行任何一種飲食療法 接下來如果你有甲狀腺代謝功能異常 腎功能異常、尿毒症 或者是心血管疾病、高血壓、糖尿病 或者是你準備懷孕的婦女 或者是正在懷孕的婦女 兒童、老年人 還有癌症末期、長期服用藥物 或者是正在成長發育的小孩 都應該要注意 分辨你的體質是屬於虛還是實 如果體質是因為水腫而造成的肥胖 在針灸療法下 是可以比較快達到效果的 每個人天生下來的 脂肪細胞數字是固定的 也就是說 如果你天生的脂肪細胞有1萬顆 決定你胖瘦的程度是 你每一顆脂肪細胞 囤積儲存的脂肪多或少 內臟就沒有辦法受到脂肪保護 免疫系統也會被破壞 當體質率低於18或17 甚至到15%的時候 很多時候你的月經會很容易蓄亂 蛋白質的豆、魚、肉、蛋 碳水化物是熱量的基本來源 碳水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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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